这两年疫情不只影响我们的生活作息 也带领产业发展进入另一个次元 虚拟世界的建设将是全球接下来备受瞩目的议题 像是近期新概念元宇宙的产生 纷纷应用在商业 教育 娱乐等各个领域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 朱铭美术馆赖素林馆长来跟大家分享 朱铭美术馆如何搭着元宇宙的热潮 跨越了时间与地域的限制 带领各位进入全球首座3D虚拟互动式美术馆 让我们掌声欢迎雷馆长 Let's welcome Ms. Lai gestellt caso明 never you can not see 一起 speak 董事长 以及各位与会的贵宾 大家好 我是中武医美术馆馆长 boats c nostalgia 非常感谢台湾观光协会 邀请我丽临这么盛大的一个年会 我刚刚真的是看到大家 看到一股气 这个气就是大家同心团结 然后想要突围而出的这场气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受到很大的激励 因为事实上不只是观光旅游业 就是像我们是美术馆博物馆 还有刚刚我跟这个陈奕文总经理 我们就交流了一下 我觉得真的大家就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面临了同样的大环境 我们事实上有非常相似的一个课题 那我今天来跟大家谈这个 珠米美术馆的虚拟世界 实际上原宇宙没错 珠米美术馆是台湾第一家发行NFT的美术馆 也是台湾最早进入原宇宙的美术馆 但是我今天站在这里呢 我并不是一个NFT 我是说Metaburst的专家 所以我没办法跟大家谈这些可能是科技部分的部分 我的身份只是一个先期使用者 因为我想各位都了解到 每一个产品都有它的产品生命周期 目前呢就是在一个创新期 创新期我们作为一个先期使用者 我们可能有一些我们的一些体验 那想要跟大家分享 珠米美术馆呢是艺术家珠米毕生最大的作品 我们常常这样讲确实也是 因为我们的园区占地两万四千坪 是朱老师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把整座山 就是高处为坡然后低处为尺 然后整个这样打造起来花了十二年的时间 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美术馆 这个美术馆呢它有天有地有山有水 它有过去有现在当然也有未来 美术馆到现在二十二年了 那很多人呢去过美术馆都会很惊讶说 哇没想到这么大 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白盒子类型的美术馆 也不是一个黑盒子 我们事实上就是一个自然跟艺术对话的一个园区 那如果说要介绍美术馆 我很喜欢用这一段话 这段话呢是在2019年10月 有一位国外的旅客他写了一个分享 他是在台湾工作 他跟他的家人都在台湾住在桃园 那个时候是2019年10月 他陪着他女儿到美术馆来过八岁的生日 之后他就留这段话 那这段话里头 他觉得这个不只是一个好去处 其实他觉得是 朱老师他从一个艺术自觉的方面 他写给世界的一封情书 我觉得这个理解非常的动人 而且我也非常感动 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 在这一段叙述里头 我们都得到了回应 就是真的是感觉到有知音 那中美美术馆其实它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美术馆 这个很不一样的美术馆 我相信是大家到了美术馆 你的体验或直接的告诉你 我们美术馆我刚说有两万四千屏 其中八成是户外的空间 这个户外的空间呢 它其实就非常的大 然后有各个区 你没有单一的动线 不像你进了一个馆 它会告诉你前进动线 然后你怎么走 走完就是一个完整的动线 没有 所有的动线都在你自己的心里 是一个非线性的自在漫步游逛 你可以花两个小时 我会建议至少保持两个小时到美术馆 因为真的有点大 两个小时半天或是一整天 你要在美术馆都可以 而且呢 非常的舒心自在 在美术馆里头 你可以学临前儿童可以上课 然后呢 亲子可以同友 年轻人可以很开心的玩乐 休息参观 甚至于我们每一年暑假有夏夜开馆 夏夜开馆是免费对所有的人 而且呢 我们会举办很多精彩的活动 那时候你就会看到 事实上不只是 就是各个年层 就连伸张者 他都可以有他们在这儿 得到很大的一个乐趣 所以我们这里呢 是一个零到九十九岁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很舒服的一个所在 那这样的一个园区呢 就是我们也提倡自主探索 因为中美术馆的两大宗旨 建馆以来我们就有两大宗旨 一个是推广雕塑艺术 一个是推动儿童艺术教育 那在这个儿童艺术教育里头 我们就有用到了 譬如说寻宝宝 那个小孩子身上背的是寻宝宝 里面有很多道具 他在园区他可以自己因为 那个区他走到哪里 然后可以去进行自主的学习 那个伞叫做雨天侦探伞 雨天的时候拿着那个伞 然后他可以上面有谜题 他可以带在园区里头解谜 甚至于比如说我们看到 那个游客观摩那部分 那是我们的典藏维护部门 园区的作品 六百多件作品都需要定期的维护 以前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幕后的工作 想说这个最好不要让游客看到 后来我们想法变了 我们觉得这就是机会教育啊 很多人对于文物怎么去维护 保存非常的好奇 所以我们地下时间 游客他可以来观摩 所以这就是你可以自主探索 那教育无所不在 那在教育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在我们万金石地区 就是万里金山石门地区的小朋友 我们已经进行了十几年 就是说我们对于当地的儿童 国小的小朋友 我们训练他们 做我们的儿童义工 每一年每一年的这样子 那这个种子与儿童义工的社群计划 我们在国际国管学会 ICOM的一个教育化我员会 我们曾经拿到最佳案例奖 这个最佳案例奖 那一年呢 同时只有刘福公拿到 然后我们是亚洲的 唯一一个私立美术馆 拿到这样的一个奖项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这是我们的生态池 很美 其实我盘点下来 我们美术馆有两大资源 一个是朱老师的作品 一个就是我们园区 我们园区的自然环境 然后呢 所以我们希望 观众来到这儿 他有五感体验 他不只是看 他可以听 他可以闻到各种鸟语花香 然后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 虫鸣鸟叫 然后还有很多五感的感受 然后呢 就是众火艺术的种子在心田 这是朱老师他希望 这个美术馆能够去做到众火艺术的种子 从心田里面 你们可以慢慢地去长出来 那美术馆呢 1999年到现在22年 我们在随着时间的变化 时代一直在变 我们也体验到说 美术馆扮演的角色 不只是一个展览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希望美术馆 它可以变成更多种可能性 在这里交汇的一个平台 我们把Museum的M Life的E Eco-friendly的E 以及Community的T 我们把它连结变成Meet M-E-E-T 相遇 各种可能都可以在这里相遇 因为我们强调的 包括朱老师的理念 艺术及生活 艺术及生活 并不是一个八股的口号 是在生活里头 所有的一切都有可能变成是艺术的养分 或是它就可以变成艺术 所以我们把艺术扩大 它不只是挂在墙上的画 不只是你看到的雕作 而是所有的一切 所以我们办了很多活动 像右上角这边是我们的那个 就是我们去年的光合作用的一个剪影 然后我们有生态的活动 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就是做了那个太极瑜伽 在线上让大家去学习 另外我们还有狗狗野餐日 所以呢 这些我们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园区 能够尽情地去体验 那包括说像去年我们这个光合作用这个活动呢 我们是跟新北市农业局合作的 事实上是从一个便当开始 它想要去拓展轻农的便当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可以吃的轻农的便当 而这个叫做艺术力便当 你看起来是个便当 事实上它是一个文宣品 它是你看起来是鸭肉便当 那个鸭肉是DM 然后呢 那个白菜是一个环保袋 那个白米饭是一条毛巾 然后一个毯子 事实上它的概念就是说 你可以带这些东西到金山去进行一个小旅行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这个便当是放在微风南山的办公大楼的便当自动贩卖机 在一段期间之内一元便当发售 那当时呢 就是在年轻人之中 微微风潮 那这个整个那个 就是我们后来 这个艺术力便当获得了很多奖 除了说去年 Shopping Design的 那个New Paul Discovery之外 然后2021年的 新加坡的Spikes Asia 那个创意奖 另外我们今年德国的红点奖 我们也得到了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把边界打开 打开之后 你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可以去发生 而这个情况 这个趋势呢 在我们遇到疫情 就更加的 非常的重要 今年的疫情 中密美术馆配合这个防疫政策 我们有两个月 修馆 我们没办法开门 没有办法卖门票 美术馆三大收入 门票 文创商品赞助 这里头 你没办法有门票 没有人来 你的文创商品 事实上很难卖 那赞助呢 当大家搭在一个特殊情况里头 事实上 赞助预言相对会比较紧缩 所以就是说我们那时候想到了一个群目众筹 而且从线上平台 我们在泽泽这个众筹平台上面 推出了这个太极叠叠乐 在7月2号到9月2号 7月我们还是闭馆的期间 7月2号到9月2号这段期间 我们做了166万余元的这样的一个群目 那当时我们说疫情关上美术馆的门 我们就打开丽丽身门窗 因为门关了 美术馆没办法营业了 我们还要付薪水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活下去 然后必须要有更加的 所以我觉得疫情实上有的时候 它是一个催化剂 它迫使你穷则变 变则通 因为你穷所以你必须要变 变你就会通 所以你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那这个同时呢 就是包括NFT 这个是NFT我们在今年是跟东吴大学 它有一个就是数位货币金融研究中心 学生他们来这个创作 那他们想到是疫情下没有人的美术馆 那当时他们看这个没有人的广告号 他们想到是说 当海平面上升6公尺 台北会受到淹没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这个 就是跟未来的环保这个信息 那另外呢 就是说没有人看过太极拱门的期间 清晨 因为这是一个你看过白天看过晚上清晨 这是你一般人看不到的美术馆的一面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 我不在上班路上 我在太极拱门做看日出 因为当时那个影片配合一些捷运 还有些城市的生肖 然后最后问说今天你透气了吗 然后这样的一支影片呢 我们当时是卖919块台币 大概等于29块美金 我们当时当然就卖完了 卖完了之后呢 事实上我就发现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区块链的世界里头 它自行在滚动 所以呢最近我所查到 譬如说11月30号 太极拱门那支 当时是29块美金 现在已经到315块美金了 所以其实我们事实上 我们是在这些尝试里头 我们自己也在了解说 哦原来是这样子玩的啊 这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 那回到我们的 再也就是说 因为它是台湾最早有美术馆发行的NFT 我们相信那珍惜性是有的 然后呢 再来到了这个 就是刚刚讲Metaverse的部分 主要是因为这个前HTC的执行长 周武敏先生 他后来创办了一家公司 一个团队叫做XRSpace 然后呢 他想要做的就是一个3D虚拟的平台 那有全球独步的 所谓多人及时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他首先想到的是朱老师 因为他是朱老师的铁粉 而且他跟我们分享到说 他对朱老师 他觉得朱老师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式 朱老师在40岁的时候 那时候他已经因为太起非常的有名 但是他40岁他一个人到了美国 他不会英文 他也没有任何的人脉 但是他在那里找到画廊 确立了他之后的方向是人间 他觉得人间才是真正的 他要去创作的 无从无尽的这样一个主题 那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是让给周先生一个很大的鼓舞 他觉得就是 你进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你从零出发 这个决心和勇气 所以呢 他跟我们分享说 他这个朱老师给他这样的一个启发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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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 Space呢 他就创建了这个 Goal SR这个平台 这个 大家可以扫一下 事实上你扫了 你可以去体验 那你进入到这个APP 就是你不一定需要带VR的装置 然后呢 你进到那个APP 你登入你创建一个虚拟身份 你可以去游历这个 包括中美美术馆 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大家拍好了吗 嗯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好 在这个里面呢 居民美术馆有户外的展区 也有室内的展区 然后有虚拟的朱老师 他会跟这个访客互动 然后 今年文测院的那个EFC的这个会场 事实上也在 OSR他有一个展区 另外就是红海的电动车 所以 假设 蚌蚀也可以复活 跟大家来 跟来交流 然后 就如所知道目前 国立故宫博物院也即将 要有他的 Metaverse 在GOSR 所以 就是真的是一个进行事 而且是正在发生当中 呃 那就是说 呃 当时哦 我们11月11号的发表会 大家可以在那个 虚拟世界有看到 这个发表会的现场 所以看到朱老师在讲话 然后呢 你进到那边之后 是让朱老师 会跟你聊一些这个 但这个是AI 学习的朱老师的声音 对 他并不是朱老师 这个录音的 所以是我们提供很多声音档 然后AI学习之后 AI来跟你讲话的 那 当然很多人最大乐趣就是 上来跟朱老师合照 然后就留言说 我跟朱老师 我第一次遇到朱老师在圆宇宙 实际上是很有趣很酷的 可是对我们来讲这样不够 因为呢 一个虚拟的场馆 就好像你盖了一个空间 如果它一直停落在那儿 很快大家心间接着过去 就不会有了 所以实际上最重要是内容 所以呢 我们最近 我们又做了一些 陆续补充的一些活动 譬如说我们 在这个礼拜六上午 我们进行了一个线上导览 我们让导览人员 上到这里来 然后跟观众做一些 更进一步的解说 包括说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展览 实际上朱美美术馆有很多 不是只有朱老师的作品 我们从一开始 就对所有的艺术家开放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的第一展区是 那个 涂鸦展 我们有九位 台湾最重要的 当代的涂鸦艺术家 在我们的第一展区 做了涂鸦艺术展 我们的本馆 目前是徐永旭老师的各展 徐永旭老师 刚拿了五三连艺术奖 然后还有 台湾陶艺奖的卓越奖 那就是说 这个呢 就是 基本上我们就是做更进一步的介绍 另外我们大狗门最近正在维修 正在维修 所以我们想把这个维修计划 变成一个线上线下的一个虚实整合 也就是说线下的维修整合 它会上传到线上去 然后线上呢 它可以来帮一点忙 譬如说它可以帮帮轻轻鸟大便 或者是轻轻重软 然后它会有些贡献 然后这个贡献 它可以到了我们美术馆 它可能可以有一些优惠 就可以从线上去保留到线下来 那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越来越的补充我们的一些内容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这个 原宇宙这个议题呢 在这个旅游这个部分是发生了 是一个非常受到很大的关注 因为就是包括说像 我在查资料过程 包括说像最近协程的这个联合创办人梁建章 他有说原宇宙不能也不该替代真宇宙 那旅游对真实世界的探索不可替代 甚至有一个更激烈的标题叫说 人类没有的旅游只剩下原宇宙 那这样的一个 其实对美术馆来讲是一样的 美术馆真基的唯一性无法被替代 你一定要来到现场 我一直记得我在奥赛美术馆 第一次看到那个返古的那个加塞医生 真的看了你会落泪 那个面对真基的直接 所以呢 但是问题是说 这个部分的确是 但是它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可能 它可以帮你打开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那当然就是说面对这样的一个很大一个趋势 待会儿陈总经理还会有补充 他带给我们很多利多的消息 这我非常振奋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韩国的代表在 事实上韩国 天下杂志最近有出了一起 问说韩国是不是最接近原宇宙的国家 确实韩国请国之力 从科技部到观光 做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投入 然后全面的这个向原宇宙出发 然后包括说古迹 除了说像光化门这些是虚拟的这个观光特区 甚至已经消失了古迹 像堆义门它都可以去重建 然后包括说娱乐的部分 还有譬如说像乐天居家 它们是你可以去虚拟露营 露营之后你可以去买它的产品 其实在很多很多的产业都已经是在进入 而且在开始发生了很多可能性 当然我相信一切都是在 目前一切都还不成熟 很多人说等到真正成熟 大概就是可能有人预估两到三年 有人预估五到十年 但是这个改变绝对是会发生的 就好像我们已经回不到疫情前的时代了 这个时代就好像我们手上拿着智慧型手机 我们已经回不到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了 事实上这世界在gigbean 它到底是不是下一个世代的internet 这个很有可能 那也有可能不是 但是我觉得对于美术馆来讲 它的虚跟实就像太极一样 它就是一个虚实的一直的不断的互动 不断的去激发 它可以说这个虚拟的空间是我们的一个延展 它回到实体来做更多的挹注 实体再带到虚拟空间 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循环不动 互动的一个概念 而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中美术馆 希望成为一个火的美术馆 什么是火的美术馆 它是生活的 它是有活力的 当然它也要能够活下去 所以呢我想大家会很关心说 那以后如何创收 如何带来真正的money 但是我相信随着它的变化 它一定会的 我们以后会有很多异业合作 也会有很多的商业模式的这个去开发 那对我们来讲呢 事实上我们为什么要做元宇宙 因为我们从我到我们这个美术馆 我们需要很多很多更多人的支持 这个美术馆是我们的美术馆 是大家的美术馆 那我们呢事实上做了很多的这个支持计划 包括说这个三军任养计划 三军任养计划 就是说你可以三年十万块 在美术馆当兵当三年 然后呢事实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支持者 还有这个 这个请大家务必扫描 我们希望各位都能够成为美术馆的贵人 多多的支持美术馆 而这样的美术馆呢 活的美术馆是为了大家的 为了社会大众的 然后呢真的未来已经来了 那我们希望能够以更丰富的体验 更宽广的可能来继续我们这个世代 谢谢 谢谢蓝馆长带来精彩的演说 也非常感谢为艺术蓬勃发展努力的 朱铭美术馆 那希望大家之后可以继续支持我们朱铭美术馆 让我们再次掌声谢谢蓝馆长 谢谢蓝馆长 谢谢蓝馆长 谢谢蓝档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